大家好,我是房车情报主持人小爱 今天我们在展会上发现了一辆拓瑞斯特新出的双拓展的C型房车 那就是我身后的这辆,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整车是采用一个大额头式的设计 长宽高分别为5995×2488×3140 那么大额头的设计是整车的高度超过了3米 平时我们在上路行驶的时候要注意限高的影响 那么全车是采用了一个以白色为主色调 搭配了这个拓瑞斯特非常亮眼的黄色和蓝色的拉花设计 看起来是非常的有运动感 而且非常的年轻和时尚 车身左侧和后侧是带有拓展机构的 那么在车尾处还提供了一个外置的备胎 平时可以应急使用 车厢尾部还有一个左右贯通式的大号的储物舱 平时我们可以将一些大号的行李放在这里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在这里呢是提供了一个外置的燃气灶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燃气灶还是非常新有时尚的 是这种按钮式的开关 这里呢是提供了户外的花洒以及注水口 这里是提供了外置翻板 而且这个尺寸非常的大 我们平时在外边的炒菜做饭的时候呢 在这里备菜是复复有余的 并且这里是提供了可以放这个调料瓶的置物架 顶固呢还是一个标配 配置了一个3米5的直昂棚 并且带有这种户外的LED灯 即便晚上天气好的时候在外边乘凉啊 或者吃夜宵的时候使用起来还是比较实用的 动力上呢是搭载了一台3.0T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8AT的变速箱 最大功率呢是125千瓦 最大扭矩是400牛米 满足我们最新的国六排放标准 平时呢持C本就可以驾驶 那么这个车呢是使用了2021款最新的EV格底板 所以它的这个中控台呢也有一个新的变化 大家可以看这里啊 这个空调出风口呢是使用了一个全新的镀隔的这种框框 所以看起来更加的时尚和亮眼 那么同时呢它是匹配了这个多功能的方向盘 以及一个9英寸的中控彩色出风大屏 方便咱们驾驶员的后期操控 而且它的主腹驾驶座椅呢都使用了这种悬浮式的设计 因为全车呢带有了这个拓展区域 所以这个车厢内部的空间感还是非常的宽敞的 而且现在我坐的这个惠客区呢 整体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看我前面这个桌子啊设计的是非常的有意思 像不像我们小时候上学用的这个客桌 采用了乘用车级别的这个座椅 带有这个四条安全带 整车是可以最多核载六个人的 这里还提供了三个大好的储物吊柜 你看我坐在这里一顺手就可以拿这个里边的东西 放点零食饮料 大家在这里啊会会客呀 吃点零食还是比较实用的 惠客区的后边呢是一个150升的大号的冰箱啊 它内部带有这个单独的冷冻区域 可以放一下咱们的冰棍啊 下方存一些咱们的蔬菜水果啊 使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后面的这个床呢平时不打开拓展的时候呢 它是一张2米2乘70公分的单人床 那打开拓展之后呢 它的最宽度可以达到1米35 最长的是可以达到2米2的 可以睡两个人 那么这个床呢稍微有点高 平时上下床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注意的 卫生间里边的整体感觉还是可以的啊 我1米63的身高站在这里 头部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 这里呢配备了梳妆镜 洗手台 马桶 还有淋浴花侠 一些置物价都是我们平时基础的那种淋浴设施 可以满足咱们出行的洗漱需求 厨房操作台呢虽然这个空间不是很大 但是配备还是比较齐全的 这里提供了这个电磁炉 还有这个大号的不锈钢洗菜池 上方呢提供了一个微波炉 下方还提供了一个小型的这个洗衣机 平时可以洗一些咱们轻薄的衣物 但是上方呢是提供了一个额头双人床 它的尺寸是2米2成1米4啊 睡两个成年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先级这个床板呢 还可以看到下面藏了一台 32英寸的野精电视 平时坐在这个会客区啊 看个电视追追剧 还是挺惬意的 这款房车是搭载了一台3000瓦的逆变器 400安时的锂电池 两块太阳能电池板 水路上呢是提供了230升的净水箱 和70升的灰水箱 我觉得这个水电的容量啊 还是可以满足咱们出行的 用水用电需求的 那么现在这款房车的报价呢 是54.6万元 结合这个整车的配置 您觉得性价比如何呢 那么更多的房车资讯和房车视频 请关注我们房车情报 下期再见